凭克两项 跨越障碍 精确射击 这两个都是在作战里头必不可少的两个主要的基本动漏 决赛关头意外突发 我们暴露了自己的问题 说我们今后在战争挑战下能够少犯这样的错误 军情时间到 2016大练兵带您走进最劲爆的比赛现场 军情时间到 文静来报道 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在了解完了俄罗斯的国际军事竞赛之后 本期节目我们会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国际军事竞赛当中的重头项目 就是坦克两项 这个坦克两项也叫做坦克大赛 是目前国际上流行的一项比赛 到目前为止已经成功的举办了四届 主办方是俄罗斯国防部 那么参赛的国家也在逐年的递增 我国已经是第三次参加了 在2013年8月14号的时候 俄罗斯境内举行了首届坦克两项比赛 当时参赛的国家有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还有白俄罗斯以及亚美尼亚 参赛人员驾驶统一的俄制T72坦克 在莫斯科郊外的阿拉比诺训练场上 一针高下 大家看 这个坦克是被涂上了鲜艳的颜色 这个是为了便于人们能够在比较远的距离去分辨他们 到底属于哪个国家 比赛的项目呢 有越战 还有火炮射击 2014年8月4号 第二届坦克两项比赛 在阿拉比诺训练场上上演 参赛的国家 由之前的四个 一下子增加到了12个 而这一年呢 也是我们中国第一次参加这场比赛 在比赛当中 每个国家各派出三个主力车组 还有一个后备车组 那我国代表团驾驶的是国产的96A型坦克 其他国家呢 则使用的俄制的改进型的T72坦克 那整场比赛一直持续了13天的时间 到2015年的8月3号 第三届坦克两项比赛啊 依旧是在阿拉比诺训练场举行的 参赛国家呢 又增加了一个达到了13个国家 比赛在射击项目的规则上呢 做出了一些改变啊 规定在射丢目标的情况之下 改为了阀石 并且取消了体能赛的项目 2016年7月30号 第四届坦克两项比赛的射击规则 又做出了改变 在射丢目标的情况之下呢 又改为了阀圈 那有了前两次的参赛经验啊 我国选手第三次奔赴赛场 这次我国派出了专门为比赛而研制的 96A改进型坦克 一年一度的坦克两项比赛 越来越多的受到各国的重视 那参赛选手不仅需要高超的驾驶技术和射击技术 而且还需要良好的身体素质 以及熟练掌握坦克的基本性能 所以呢 在比赛开始之前 各国的参赛选手就投入到了紧张的训练当中 2016年2月27号 我国参赛队员们进驻中国西北边疆的库尔勒训练基地 库尔勒位于新疆中部的荒漠地区 处于欧亚大陆和新疆的复兴地带 和莫斯科都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 第一个就是它开阔 便于我们装甲部队 坦克 装甲车这样的训练 今后有广泛的空间 另外呢 它的天后 比如说火炮射击 这个天后条件影响很大 所以在那个地方 如果跟它更接近 在赛前能够体验到 那个未来的赛场 是一个什么样的天后条件 什么样的地形条件 从前来讲 可能是让我们 有更好的充分的准备吧 在库尔勒训练基地 靶场和障碍等训练设施 一应俱全 而生活设施却十分简单 这些帐篷 就是队员们生活的地方 是他们在到达基地当天 亲手搭建起来的 集训的队员 都是部队百里挑一的训练能手 但是面对新环境新装备 部分队员还不能完全适应 他们除了要进行 日常高难度的训练 和学习理论知识外 还要进行心理辅导 任何参赛的时候 人的心理都会发生一些变化 那么你的技能有可能 过于紧张 就可能技能得不到发挥 特别是在设计这个项目上 过于紧张 往往你本身的设计技能 可能得不到发挥 你手中的仪器 有可能不能正常地使用 部队经常组织心理老师 来进行心理疏导 使队员们能够保持着 把每一次训练当比赛 把比赛当训练的心态 除此之外 大家还聚集在一起 唱歌聊天 通过这些方式 来化解训练中的压力 由于队员们 长期待在驾驶室中 时间久了 不免会造成注意力的分散 所以加强注意力的集中 也是比赛前 必不可少的训练之一 比如坦克兵 就会通过走钢丝和断崖 来训练注意力 2016年6月 我国参赛部队 开始整装待发 前往俄罗斯 6月26号 参赛设备 从驻地库尔勒出发 过铁路输送到达满洲里 再从满洲里走出国门 一路上 队员们克服了 长途颠簸的疲惫 天气的炎热 补给的困难 每到一站 不管是白天还是深夜 不管是夜日炎炎 还是刮风下雨 队员们都会对装备 进行检查加工 经过24天 近13000公里的长途跋涉后 在7月19号 树立抵达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在谢利亚吉诺火车站 俄方用传统的礼仪 欢迎中国军队的到来 坦克是重型装备 在飞紧急的条件下 用火车运输是一种最安全 最可靠 以及最经济的运输方式 而且这样能够做到人车分离 按照俄方的要求 我们的武器装备进入俄罗斯时 人 车 弹 这三方必须是分离入境 2016年7月21号凌晨 参加坦克两项的队员 乘坐民航包机 由乌鲁木齐出发 前往莫斯科 经过7个小时的飞行 顺利抵达目的地 这场本年度比赛中 规模最大 距离最远的跨国投送 圆满完成 抵达驻地后 参赛队员们 立即开始研究 参赛规则和流程 抓紧熟悉场地 并迅速开展 适应性训练 进入临战状态 坦克两项比赛 主要是由坦克越野 和射击两部分结合而成 比赛的规则 要求参赛队员 要使用最短的时间 按照规定的路线来行驶 并且在行驶过程当中 需要通过一些预设的障碍 以及摧毁各类目标 来看看 这个 这就是位于 莫斯科州阿拉比诺的 比赛赛道 坦克两项比赛 它分为单车赛 和接力赛 两个阶段 单车赛 要在这条 七公里长的 环形赛道上来进行 参赛的坦克车组 要从这里出发 通过越障路段 在这里来进行 坦克把射击 然后继续要通过射水场 再走过雷场通路 然后图岭 然后再继续向前开 到达车折桥 还有搓板路 到达车折桥和搓板路 这里的前后还各有一个侧倾坡 那么通过崖壁之后 这就到达了第二射击阵位 然后坦克还需要再跑一圈 把这些所有的障碍 统统的再过一遍 然后使用坦克的并列机枪 射击反坦克火箭筒把目标 最后会到达反坦克毫后面的终点 这个比赛全程 一共要跑2.5圈17公里 要通过10个种类 24个障碍 进行三种把镖的射击 在单车赛当中 排名靠前的国家 才可以获得进入接力赛的资格 接力赛顾名思义 就是一个国家的三个车组 要使用同一辆坦克 然后以接力的方式来完成比赛 接力赛使用的是 这个4公里长的环形赛道 赛道上设置的障碍和单车赛 是基本相同的 每个车组要跑4圈 然后在接力点 将坦克再交给下一车组 整个赛程下来 三个车组 总共要跑12圈 48公里路 通过有120个障碍 了解完坦克两项的比赛规则 那么我们郭选手 在2016年的这个比赛当中 表现到底如何呢 好 现在我们就带您去 2016坦克两项的现场 去瞧一瞧 这就是2016年7月30号 坦克两项的比赛现场 在本次比赛中 我国不仅派出了新装备 连参赛队伍也是全新的 这12名来自新疆军区的小伙子 最大的30岁 最小的20岁 有中卫军官 有士官 也有上等兵 这是他们第一次参加国际军事比赛 压力不言而喻 经过抽签 我国代表队会在比赛开始后6天 也就是8月5号 才首次参加比赛 这样我们就有充足的时间 来观看其他国家的比赛情况 从而进行分析学习 2016年8月5号 在莫斯科郊外的阿拉比诺训练场 坦克两项单车赛 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 正在比赛的107车组上 我们训练的时候 没有在那种条件下训练过 对那边不太了解 第一发弹打金弹 低了低了 我想的第一发弹和第二发弹 不会骗它那么大 然后我稍微往上修了一点 然后想的第二发肯定能上 所以107车组的第二发炮弹 能否命中 就显得至关重要 这会直接决定本车组的成绩 还会影响后面车组队员的心态 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 期待第二发炮弹的射击结果 第二发没上 我当时我就感觉就是有点懵了一样 然后说这个不太可能啊 这样打的我也不知道什么规律了 当时思想中是很严重的在里面 两发炮弹的连续失利 让整个赛场的氛围立刻变得紧张起来 周围的空气似乎都凝结了 二里来说 这样的结果是不应该存在的 在日常的训练中 我们队员射击准确度 可以达到90%以上 第三发炮我就往中心秒 别说它又从左边飞行 可以说我从参加这个军队以来 没有出现过这种成绩 但是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我们的坦克是不远千里不远万 到了俄罗斯那个地方进行比赛的 经过长期的火车运输和公路上的运输 那么这种运输对火炮的精度 是会受到重大影响的 另外我们到一个陌生的环境 空气的密度对炮弹的打击的精度 就会直接有影响 就不容易达住目标 这恐怕是我们这次三发 一开始守三发没有命中的很重要的原因 今年的坦克两项比赛 在轿炮环节上做出了严格的规定 每台车只让使用三发炮弹 以往年更严格的规定 不仅给我国代表队出了一道难题 对于其他国家也是同样如此 2016年8月6号 金巴布韦的炮手 在瞄准坦克把镖射击时 足足用了十多分钟 一直没有射击 以他晚发车的俄罗斯代表队都已经到达射击阵位 完成射击项目后 金巴布韦代表队还在原地丝毫未动 现场人员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状况 经过救援人员的排查 发现是金巴布韦的坦克火控系统出现了问题 导致射击无法正常进行 由于参赛队员对坦克的不熟悉 以及坦克在比赛中出现了故障 导致金巴布韦在这场比赛中 整整耗时一小时二十三分钟 最后一个完成比赛 比赛当中随时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突发状况 射击又作为坦克两项比赛当中一个重要的环节 参赛人员就更要谨慎面对了 本次比赛当中只能用三发火炮射中三个目标吧 命中率达到百分之百 射击的难度大大提升了 并且在射丢目标的情况下 还增加了罚圈的规定 罚圈所用的时间会被加入比赛的总用时 在坦克两项比赛的赛道上 一共设有两个射击阵地 第一射击阵位主要用于坦克火炮的射击 坦克出发之后 坦克兵他们要在这里来填装弹药 每一次射击的额定弹药量是三发 随后坦克到达开始射击的地方 目标区的把镖是坦克把镖 它的高度2.37米 宽3.42米 射击的距离分别是1600 1700或者是1800米 随机出把镖 射击完毕之后 坦克到达停止射击区 在第一射击阵位的不远处 这就是第二射击阵位 这里主要用于并列机枪和高射机枪的射击 坦克从这里出发 在这里装弹药 到达射击阵位 与第一射击阵位不同的是 第二射击阵位上有高射机枪和并列机枪两个目标区 每一次射击的额定弹药量都是15发 用其中的5发射中目标 目标区的把镖是直升机把镖和反坦克火箭筒把镖 直升机把镖的高度3.2米宽是2.3米 射击距离分别是800 900或者是1000米 同样是随机出把镖 反坦克火箭筒把镖 它的高是0.85米宽的是0.85米 射击的距离是600 700或者是800米 除此之外 激励赛当中各车组也要进行射击 而且射击数量比单车赛更多 还增加了单车赛当中没有的行进间侧射的项目 行进间侧射顾名思义呢 就是坦克要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来进行射击 这无疑大大增加了射击的难度 吉利赛当中的行进间侧射是在第一射击阵位上进行 坦克总共的行驶路线大约是380米左右 射击的是坦克把镖 在具目标1600 1700或者是1800米的距离 随机出把镖 发射坦克火炮数量也是三发 除了以上的规则之外 比赛还规定了炮弹的出速度要小于每秒1000米 这个射击为什么要规定火炮的速度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来听听专家是如何回答的 炮弹出速不一样那么它的稳定度就不一样 稳定度不一样最后的落点的精度就不完全一样 大家必须要使用同样的弹种 如果弹种不一样炮虽然是一样弹种不一样 那么最后你取得成绩可能是会有很大的差距 所以这时候它规定这个炮弹出速 主要是为了就在弹种上大家取得一致 不会有这个起跑线 大家就不公平的这个现象存在 在比赛规则越来越细致的情况下 各国代表队都竭尽全力 想在比赛当中取得优异的成绩 中国代表队当然也不例外 尤其在单车赛里表现出色 2016年8月6号坦克两项中的单车赛开始 我国代表队103车组和金巴布韦 俄罗斯分在了同一组 按照顺序金巴布韦队首先出发 每隔两分钟 俄罗斯队和中国队先后出发 中国队出发时 俄罗斯队已经完成了射击项目 但中国队员们沉着冷静 顺利并且快速地通过了越仗路段 一路紧随俄罗斯队直至比赛终点 虽然俄方是第一个到达终点 但是按照比赛规则 中国队的用时最短 在单车赛中排名第一 本次成绩也创造了 坦克两项单车赛史上的最好记录 20分43秒 但中国队在比赛中 射丢了一个坦克把镖 要罚跑一圈 所以比赛总共用时 为21分03秒 比去年中国队的单车赛记录 还要快两分钟 我国队员在比赛中的出色表现 与他们在日常中的刻骨训练 是分不开的 我国是唯一一个 自带装备参加比赛的国家 训练时使用特制的模拟训练弹 模拟训练弹 和实际比赛中使用的弹 大小形状完全一致 但是在重量上有所增加 这样队员们在实际比赛中 射击 上下车和装弹等环节 都会感觉略为轻松 速度自然也会比别人要快 2016年8月13号 中国代表队和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白俄罗斯四国 进入最终的决赛 比赛一开始 我国代表队在发车阶段 处于落后 但经过第一车组的全力追赶后 第一次接力时 我国代表队已经排名第二 然而在我国代表队正打算全力冲刺时 一个意外状况出现了 驾驶员发现了异常 因为我驾驶员坐在底下 在车里面坐的是比较低的 能感觉到那个履带震动的程度 和那个松紧的程度 加到平常开的车也多的 都能感觉到 按照比赛规则 出现意外情况 有一次换车的机会 立即换车 需要故障车停下来等待 我国代表队的车辆 正处在赛道的中间 等待换车 会白白浪费半圈的时间 但是如果继续驾驶故障车到终点 哈萨克能否顺利通过越障路段 也是一个未知数 最终为了节省时间 驾驶员决定 坚持开到终点再换车 从比赛画面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坦克右侧的负重轮转动不正常 坦克的负重轮一旦脱落 在转弯的时候 就会导致履带脱落 致使坦克无法移动 坦克就是那么几个负重轮 两侧 负重轮一边的如果掉了一个 它的整个负重的 就不平均了 不均衡就容易在运动中产生偏差 负重轮这个脱落的问题 在战场上实战里头会出现的 但是应该是一个比较少的故障 在驾驶员的坚持下 最终故障坦克安全抵达接力点 换车后第三组顺利出发 这样的赛场危机 对我们今后在坦克的研制和维修保养方面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而且在面对比赛现场的突发状况时 我们的队员还要不断加强心理素质的训练 做到沉着冷静 临危不乱 现在出现一些问题并不可怕 我们到那地方比赛 就是为了提高我们的军事技能 不是为了争第一的 就是不争第一 但我们暴露了自己的问题 说我们今后在战争条件下 能够少犯这样的错误 应该还是值得 最终中国队在坦克两项的决赛中 取得了第二名的成绩 我国代表队此次参加比赛 使用的是96B坦克 虽然说功率大 但是俄罗斯使用的是T72B3M 采用的是机械转动 加速性能十分强劲 与俄罗斯队相比 我国代表队并不占优势 细心的观众在看比赛的时候 可能会发现这样的细节 俄罗斯的这个T72B3M 在起步的时候 它会比其他的三辆车 快那么一步 感觉就像是有人 从背后猛地推了一下 原本在障碍前领先的 96A赶季型坦克 一过障碍就会被它超越 从这里就看出 这个T72B3M的机动性能 要高于其他的参赛坦克 坦克两项比赛 不仅能够让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 各国参赛军人的技术水平 还能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设备当中的不足之处 我没有网友提问了 说自2014年坦克两项比赛开始至今 冠军为什么总是俄罗斯呢 关于这个问题 我想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他们在比赛当中拥有高机动性能的设备 比赛项目呢 也是俄罗斯坦克兵日常训练的重要内容之一 而俄方也是本次比赛的主办方 和其他的参赛国家相比 俄方啊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优势 也就更为明显一些了 实际上呢 各国积极参赛 并不只是想在比赛当中去追逐那个名次 而是这场比赛给各个国家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交流以及学习的平台 这才是各国踊跃参赛的主要原因 好 本期节目就是这样 从下期节目呢 我们就将推出中外联合军演了 大家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 好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